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最后一轮谈判 7月2号到15号在维也纳进行 由于双方去年底达成的 为期半年的临时协议 将在7月20号到期 所以这一次 这一轮的谈判能否达成共识 也决定了伊朗核问题未来的走向 而近期伊拉克危机预演于烈 会不会成为伊朗讨价还价的筹码呢 在伊拉克问题上进退维股的美国 会不会就此跟伊朗兵士前嫌携起手来 而各方的明争案都又会给地区局势 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一切都充满了变数 好 请上我们的嘉宾进行快问快答 王健 上海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主任 华黎明 中国前驻伊朗大使 英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 李伟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 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可能在本月20号 到期之前达成协议 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也还是存在的 有可能因为双方都想达成协议 美国和伊朗都很想在7月21号以前达成协议 我觉得可能性蛮大的 如果谈判破裂最可能出现的结果会是什么 那么假定如果在7月20号之前不能达成协议的话 那年内的达成相关协议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在脱一号 不会打起来 就找机会继续打